家是男姐 读者的爸爸很少在家 跟兄弟姐妹 几乎由妈妈一手拉拔长大 妈妈还多次帮爸爸还债 爸爸却在最小的弟弟 上大学之前领结新欢 最后爸爸房子被新太太拿走 退休金也耗尽 一人流落在外 读者跟兄弟姐妹基于血缘 将父亲安置在养老中心 常常太旺还给零用钱 可是他们不想让新太太来接触 甚至共享资源 如果他们不继续出资供养父亲 会触犯遗弃罪吗 根据民法的规定说 子替血亲只有护肤的抚养义库 修法之后呢 认为说如果在 这个你的父亲曾经有持续两年以上 没有对你曾经照顾 抚养的亲情的时候呢 你是可以免责的 如果有刚刚我讲的 他之前两年以上 就没有照顾你亲情的话 这位读者 你也是不需要负遗弃罪的责任 保险苹果下回见